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只是习近平在选择时间了 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周永康本身是只死老虎了 他在选择时间只是表现出周永康背后势力的这种反扑 如果咱们用张立凡先生的话说 习近平对曾庆红对江泽民必须斩草除根 在借助周永康这事 必须斩草除根 其实换个角度上说 干掉了政法委一点身都没有 干掉了整个法律系统 包括把武警的权力归为军队 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江泽民是蛤蟆的话 我那天讲过 蛤蟆腿都包了皮了 就等着椒盐吃了 他实际已经完全悬空了 下面没东西了 他原来仰仗着 是政法委系统的大权在握 掌握着公检法 掌握着这个武警 再有了钱来形成江泽民的势力 今天这一层没了 空中楼阁了 老江在上的蹦 其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我才说 必须斩草除根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因为你留着他没用 留着他除了祸害 祸害就是祸害 而在相应的一些媒体当中 再一次把周永康本身的罪名 因为你现在没给他拿出来 所以人们在重复着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说 苹果日报讲 全寝意识的周永康 终于被习近平拿下 那拜登帮了大忙 文章写的挺长的 他讲习近平在稍后访问美国时 拜登曾经明确告诉习近平 在王立军交给美方的材料中 周永康 薄熙来等人密谋发动 针对他的政变夺权计划已经实施 华盛顿的自由灯塔网报道证实 王立军交给美国领馆的材料当中 有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图谋政变 最终废掉中共十八大的掌权人 习近平的计划 白宫也向习近平披露消息说 这是美国人送给习近平的大礼 为其击败周永康 薄熙来的政变阴谋 助一臂之力 而古开来曾经公开承认 他是与薄熙来 周永康之间 密谋策划信息的传递人 他做的一切 周永康是知道的 包括他要求海伍德为薄熙来做的事情 今天作为中国人必须警示 看一看上海 看一看全国二十多个省所出现的雾霾 报应可能就在眼前 只是人们在现实的利益当中 在内心当中放不下利益的时候 老去赌博那侥幸 赌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 说中国人好赌 大陆人好赌 因为他的命运的背后 在这个体制之下 他看不到未来 他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他只能赌 他不是个游戏 所以俩眼一进赌场 俩眼里头眼睛放光 我自己在赌场里帮着打过攻 你看进那VIP里头 VIP的里面 我知道的两三个赌场 百分之七十是大陆人 那家脸都发着绿光 绿豆营似的 进去就不是他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可悲的一面 他很多洋人去玩 他是个真的 你可以感觉他是个游戏 玩完了 算了 走了 那家伙 中国人进去不是 赌命运 死也在这儿 生也在这儿 明天我是爷 明天我是孙子 他都在这儿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充满了这个 但是我个人的说法 还是那句话 尊重自己是个人 是个生命 那提到雾霾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 这么说的 中国东部遭遇了近期最严重的大气污染 中国东部遭受了近期记忆中最为严重的大气污染 南京的学校停课 而上海著名的天际县笼罩在刺鼻的雾霾之中 星期四 南京的中小学 幼儿园全都停课 而在上海 教育部门的官员 引用有害的空气状况为由 要求学校停止课外活动 那这里我觉得 他提到一个概念 刺鼻的雾霾之中 有人说一种腥臭味 有人说一种烧焦的味 有人说那是酸腐的味 腥臭味是什么 生命死了 那些鲜血腥的味 那是腥臭味 烂了 那是腥臭味 烧焦的东西是什么 炸了的东西 大火之后的东西 那种烧焦的味 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解释过 很多朋友能够认可的概念 如果水可以从我们现实的空中通过加热 散失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的时候 那有些我们生 与我们生 但是那个水却与我们生命有关联 与我们生命有关联 与我们生活有关联 如果在看不见的空间当中 与我们生命有关联的物质 在那里面 那些生命在那里面 遭到了大规模的这样的清洗 遭到了这样大规模的淘汰的时候 它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 进入了我们的空间 如果人坏了 没有道德准则了 遭到了天前 什么叫天前啊 搞不好这就叫天前 与你生活相关的生命 只是你眼睛看不到 但是它已经遭到了淘汰 遭到了天前 反馈到人的这边 你闻的是刺鼻的东西 你闻的是烧焦的东西 你闻的是你不能接受的血腥味 这是我才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共产党 共产党的存在 是活生生的灵性的东西 但它是魔鬼的 今天中共谁上去 也掩盖不了自己的罪责 这个屎盆子它盖不住 正是提醒人们 善良的一面拒绝它 在相应的爆料网站当中 我们跟大家说过 现在的情况 跟当初去年三月份 四月份的情况类似 跟那时候薄熙来的情况类似 那有一个爆料 是爆出这么个料来 我个人觉得 这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周永康被抓 李东升害怕 周永康被抓 而公安部政部级的常务副部长 李东升恐怕要吓死了 因为他的日子绝对不会长 在香港有篇杂志 登出一个消息讲 中央电视台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后宫 指的是李东升 那李东升成了宦官的头了 对不对 那也不一定是宦官头 人家也有家门事 人家没准都占了便宜了 这都把不齐的事 李东升原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部的主任 因为工作关系靠上了周永康 周永康喜欢主持人 就透过李东升认识了王小叉 他人没点名 说王小叉介绍了贾小叶 就是周永康现在的夫人 李东升也就成为了周永康的大红人 这件事情其实网上讨论的说的比较多 关键的是李东升现在是610办公室的主任 610办公室是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的 是专门用来侮辱真善忍的 那也就是李东侮辱真善忍的人 是拉皮条的人 侮辱真善忍的人 是专门给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 送女人的人 这事倒是迎合 我觉得倒也对 对不对 他要不侮辱真善忍 他也没那个能力输送 给中共上层领导人输送 非正常男女关系的女人 文章接着讲 李东升在中央电视台 和台长赵化永合不来 周永康把他调到公安系统 李东升还给其他领导人拉皮条 中央的省部级高官 破坏他们的家庭 而和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了 李东升专门负责周永康的私人事情 对公安的工作一窍不通 那得伺候着 我觉得这事 你别人还别眼热 这是很正常 但是如果被伺候的爷出了事的话 那家里的管家跟宦官 那也出事 我觉得这也正常 对吧 所以他提到说 傅政华是公安队伍里面的老兵 那应该说傅政华是习近平重用的人 那这里就不用讲了说傅政华是调查这个 是调查这个周永康的专案组的组长 他主要负责 另外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 原来江苏省的公安厅的厅长叫做黄明 他说黄明专门负责这个周永康的生活保障问题 那也就是原来整个周永康的政法委的系统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黄明也好 还有李东升也好 还没有宣布被拿下 这就是我在另外一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你会看到中共的司法系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有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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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心仪的庭审 对三位新公民运动的运动人进行庭审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时间上的前后表现的不同 法庭表现的不同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系统的人马 他们知道自己要完蛋的人 他们在利用现有的时间和空间 在富与顽抗 这共产党的话 富与顽抗 而跟习近平形成了冲突 但是李东升的位置就是610办公室的主任 我跟大家解释过 政法委完全被毁掉之后 那610理所应当完全被毁掉 而被毁掉的背景 必须把他们曾经的罪恶公布于衷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有关在围绕着周永康这件事情 还没有完全曝光之前 被其他人爆出来的料 今天是谣言四起的时候 可以对比去年的时候 谣言 谣谣领先的预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